地底世界之雾影战婆 第32集 在野人山裂谷底部 发生了强烈的大爆炸之后 沼泽里的锯齿草丛 都受到了化学落叶剂所破坏 而在整片沼泽之下 更是有一层特殊的包子类植物 它构成了一道碱般的屏障 沼泽里的所有植物和两栖类爬虫 全部寄生在这层碱枝上 高效的化学落叶剂 使碱迅速的枯萎坏死 速度之快出人意量 同时将野人山裂谷下的屋底深渊 彻底给暴露了出来 随着植被的死亡 深渊里涌动的茫茫迷雾 也渐渐消散在黑暗之中 众人望下看了一阵 发现野人山地底的植物 似乎正是浓雾的根源 但附近的沼泽不断塌陷 容不得再多观察 只好尽快地向远处撤退 经过了这一系列 突如其来的变故 司马会心中 已经对整件事情有了轮廓 想必是这野人山裂谷最深处 埋藏着某些惊人的秘密 但千年笼罩不散的迷雾 将此地与世隔绝 形成了一道无法突破的阻碍 只有使用特制的化学落叶剂 才能毁坏制造浓雾的地下植物 早在二十几年前 便已经有人制造出了 装有化学落叶剂的地震炸弹 并冒死驾驶着文石运输机深入谷底 可是这次行动功败垂成 幸存下来的机组成员 全部真灭在了物种 但这些产生浓雾的巨大植被 到底是什么物种 司马会等人却毫不知情 缅北深山丛林里的各种植物和生物 种类多达千万以上 目前已经被分门归类 加以识别的物种 还不到其中的食之一样 其余的绝大多数 都还属于世人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的范畴 此外 出现在迷雾里的种种异象 消失在其中的那些探险者 以及包子类植物覆盖的地下深渊里 又究竟埋藏着什么秘密 这许多的疑问仍是理不可小 更是完全出乎众人意料之外 司马会寻思着 也许只有进入到地下洞窟的最深处 才能解开那些谜团吧 倘若依着司马会平时的性子 肯定会寻个油桶 到下面探个究竟 可他现在却没有这种心情 在缅甸这几年所残留下的残酷记忆 几乎全是挥之不去的梦魇 如今 他只想离得这个鬼地方越远越好 四个人不顾满身的疲惫和伤痛 相互拖拽着 一路是拔泥涉水 向着列谷底部的边缘区域逃去 这处深陷于野人山里的巨型列谷 是个上窄下阔的垂直洞窟 底部极其的宽广深邃 热带风团浮屠带来的狂风暴雨 使得底下长满了积水 雨水顺着列谷里面的岩层缝隙不断渗入 山体内以前被泥沙玉姬拥堵的区域 此刻也都贯通了 所以他们推测这洞窟四周肯定不是铁壁合围 既然有大量雨水落下 山根里必然有许多地缝沿系 如今浓雾竞赛 只要等到暴雨停止 就可以设法摸着地脉 密路逃出野人山 奈何天不随人怨 四人落荒而逃 赶紧慢紧 走不出多远 忽觉的脚下一沉 全都扑倒在地 原来沼泽下的简状植物枯萎的太快 迅速坍塌的深渊 已经没落了众人的落脚之处 司马会等人摔倒在地 所及之处都是泥泞 任凭他们手脚并用 也难以从中挣扎起身 都随着烂泥滑向了 泥沼下面的洞窟深处 这好似无底深渊般的洞窟底部 盘根错节着许多参天古树 虽然已经完全腐朽 只是剩下的残骸尚未彻底腐坏 但形貌尚存 质感甚至都有梁柱粗心 密密层层的仿佛是片地下森林 可能是无数年前的水脉下陷 使之地表沉入地底 司马会等人身不由己 顺势滑到一处平缓所在 幸好到处都是淤泥朽木 所以还好没有受到重伤 众人重新聚拢 举灯一照 只见是落在了一大片 形如蘑菇盐般的树冠上 身下是一株 时来为粗细的古树 当中都是空的 可以逼人 于是闪身钻进去 就听身边的泥石流淌滚动之声 物资不绝 垂入地底的包子植物根脉 也都相继倾倒下来 此刻纵有泼天的本事也爬不上去 此时心中都不由得天生叫苦 罗大舌头气得一脚踹在树枯上 骂道 这回可真弹娘的踏实了 变成鸟也也飞不上去了 司马辉心中寻思道 沼泽他现在面积很大 出口未必会被泥石全部都封堵 那些被化学落叶山裂谷所毁坏的包子植物 有无数根须深入地底 说不定可以顺着那些还没断掉的根茎迂回上去 不过他见众人都已疲惫不堪 而且阿翠头上的伤也是看似不清 如果勉强行动 恐有不测发生 于是道 想不到野人山裂谷的最深处会是如此 我看这地方也算是处小小的桃源 不如就地休整一两个小时 然后咱们再想别的办法吧 于飞燕叹道 一万年不见太阳光 千百再没有活人来 果然是处孤魂野鬼必逝的桃源 说完 他取出了些压缩干粮 分给众人吃了 又集中清点了一下剩下的装备 发现照明器材和弹药丢失严重 剩余的食物也紧够着在维持半天 不免隐隐担忧起来 阿翠头上的伤口虽然是愈合了 但失血不少 他身体本就瘦弱 此时就再也支撑不住 很快就枕在背包上睡着了 司马会见阿翠眼角挂着的泪水 知道他是伤心卡罗维卡的意外惨死 在睡梦中也还念念不忘 就用手指轻轻替他抚去了泪痕 可轮到自己想要睡一阵的时候 却迟迟合不上眼睛 罗大舌头和玉飞燕也是同样 他们三人的神经 长时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 况且此刻仍然身处险境 脱困逃生的希望还属于渺茫 所以很难突然松弛下来 只好守着一盏昏暗的素营灯枯坐着 所以也没有刻意留人直诉 司马会心想 要是当初教我那位数学老师 也在这就好了 我那位老师不仅会教数学 而且他还有个特异功能 只要他在课堂上一说话 学生们上眼皮子就和下眼皮子打架 简直就像中了催眠树似的 说睡着就睡着 天上打雷都睡不醒 他脑中胡思乱想了一阵 毕竟是疲惫欲死 终于还是困乏起来 意识逐渐模糊 正在半睡半醒之前 就发觉身边似乎多了些异常 探险盾总共三十多号人 活着进入野人山巨星裂谷的 仅有六人 文史机舱中的地震炸弹 被引爆之后化学落叶剂迅速扩散 使得整片沼泽塌陷 被困于此地的幸存者 包括自己在内只有四个人而已 可不知从何时开始 在素迎灯光二极管微弱的光影下 隐约他看见多了一个人 司马徽见那人抱着双膝 一动不动地蹲坐在自己身旁 不知在看些什么 心中诧异道 真他娘的见鬼了 这人是谁呀 他想接力看清那人的面貌 奈何灯光暗的几乎让人睁不开眼 距离虽近 却只是隐隐戳戳 根本看不真情 司马徽满心疑惑 他记起了在文石运输机的机舱内 众人发现绿色坟墓混入了探险队 但只闻其声 不见其心 就仿佛是尾随在身后的一个幽灵 难不成此刻陷出身来了 司马徽一声不发 抬手便抓住了那人肩膀 想要看清楚对方的面部 谁知那人却忽然起身 几乎是与司马徽脸对着脸 由于离得太近 那张模糊的脸上五官难辨 恍惚间只看到一对黑洞般的眼睛 司马徽与那目光所处 就像是被一块寒冰戳中了心肺 顿时一阵寒意起来 汗毛孔里都是凉的 他正要拔出猎刀 可树洞中那盏速营灯却熄灭了 眼前立刻陷入一片漆黑 周围也随即没了动静 等司马徽把挂在身上的手电筒打开 只见其余三个铜板睡得正沉 附近再也没有别的身影 他全身上下都被冷汗浸透了 心中不免怀疑刚刚 可能是难科一梦 据说梦是心念感应 凡是异常之梦 必有一长之兆 这梦来得太蹊跷 不知诸何吉凶啊 虽然司马徽是从军的人 并不太相信幽冥之处 但也不免有如芒此在背 总感觉后脑手冷风索索 此时 玉与飞燕和阿翠等人 也都被惊动起来 司马徽向他们说了刚才之事 最后又说 如果不是因为我精神压力太大 一身一鬼 那么在这片地下森林里 一定会有些古怪 总之 此地绝对不宜久留 众人猜测 这片地下森林 多半是野人山裂谷的最底层了 肯定藏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其中的新鲜 自不必多说 如今听了司马徽所言 都是历历自危之感 谁也不想多过停留 稍作修整之后 就被塑营灯换了电池 强打的精神 动身出发 司马徽举着探照灯 在前开路 玉飞燕领着乌兹冲锋 将捅阿翠走在中间 罗大舌头则端着 大口径的猎像枪电户 四人紧紧跟随 以指北针辨别方位 穿过一片片丛林 摸索着向地势高造出前进 这片深埋在地底的森林废墟中 到处寂静异常 薄雾渺渺 众人慌慌而行 走到一处 去路却恰备一劫 倒塌的古树所遮住 司马徽凑到近前 举起探照灯一扫 正想找个地方绕行过去 忽解那片临寻的枯木丛中 竟藏着一对腥红似血的眼睛 目光里邪气逼人 司马徽心念一扇 原来这里有埋伏 他此时先下手未必为强 但后下手肯定遭殃 此刻更没有半分犹豫 早就将手中的猎刀狠狠劈去 手起刀落尖 耳听当狼一声 似乎是砍在什么应物上 震得他虎口发霸 此时 走在司马徽身后的三个人 也跟了上来 各自都持着武器定睛戏球 却借探光灯下金光夺目 原来是一条黄金 组成的蟒蛇 那金蟒双眼呛着红宝石 被光束一晃 显得鬼波流转 神态逼真 又活得几乎没什么良药 再拨去蟒蛇附近的枯枝 才发现它是一块金砖上的浮雕 砖体巨大 异于常治 众人不免惊叹 更奇怪 这金砖怎么在此 又随手打落了附近的树枝和泥土 发现这块金砖的上下左右 全是金砖 那竟然是整整一座 用黄金漆成的墙壁 高耸的黄金墙壁上 铺就着一层接着一层的浮雕 并且嵌满了异色的宝石 把天地的生灵 神佛的威严 史诗的传说 光荣的圣战 都化作辉煌灿烂的痕迹 永远的凝固在了其中 它超然的壮观与规律 足以带给人类苍白而单薄的想象力 重重一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